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工业制造的眼镜 第二个部分我们要谈的是人型机器人 第三个要讲的是工业用的机械手臂 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教育跟竞赛用的机器人 最后我们再谈到特殊功能的机器人 首先我们先来看工业1.0 工业1.0就是在蒸汽机发明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定义成工业1.0 右边的图是蒸汽机 在这个世代呢 原本是以人力与受力的方式去进行产业的生产 但是由于蒸汽机的发明 我们可以有动力的来源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动力放到生产里面去 那变成了机械化的生产 也就是蒸汽机的发明让人类可以开始省力 第二个部分我们讲到的是工业2.0 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会有制造 在这个世代里面最重要的发明就是电力的发明 原本蒸汽机是动力的来源 而在这个世代里面是电力为动力的来源 那我们由原本的机械化就变成了电气化 那因为动力来源是电 我们可以进行大量的生产 接下来进入到工业3.0 而产生了制造 这个制是自动化的制 在这个世代里面呢 资讯科技开始发展 所以城市设计开始日新月异 我们把所有的生产流程 利用城市的方式一步一步一步的编写出来 而进行顺序控制 只要在这个机器上面所要做到的事情 我们都可以把它编在我们的排层里面 那利用机械手臂 或是履带式的方式去把它完成 那在这个世代里面 我们也从先前的电气化 进步到了自动化 接下来是工业4.0 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是制造 而这个制是智慧的制 我们开始有了网络 也开始有了感测器 我们有了云端 也开始有了物联网 而这个物联网是将万物接联网 把我们在生产流程里面的感测器 或是一些机组元件 透过网络而去做了一个连结 接下来我们有决策系统 也会运用到人工智慧的一些理论 去进行制造的工作 在这个世代里面也因为有了网络 而让整个系统变成了有连结 那也因为有了感测器 所以我们可以把各个现场的状态能够传回到系统端 让系统可以去进行决策 让我们也可以应用一些演算法 利用人工智慧的演算法或是类神经网络的演算法 去进行决策的决定 让我们的生产会更有智慧 那在这个世代呢 我们会由原先的自动化变成了智慧化 接下来我们介绍的是人形机器人 人形机器人最主要的动作 就是要模仿人类的动作 右边这张图就是人形机器人 它有很多个关节所组成的 每一个关节都是一颗马达 所以只要有一个关节就是一颗马达 那我有十个关节就是十颗马达 因此人形机器人是利用多走控制的方式去进行设计 它可以模仿人类的动作 例如跳舞或是一些运动的动作 例如跑步 跳跃 或是后空翻 前空翻 那在空翻里面呢 还会增加一个技术叫做平衡的技术 接下来我们谈的是工业机械用手臂 工业机械用手臂呢 它也可以拿来做搬运扣件的加工 甚至焊接的功能 以这支机械手臂来讲 它就是正在进行焊接的功能 这支是另外一个台达的机械手臂 它也是在产线生产用的 那这支机械手臂最主要是用在半导体的生产线 接下来我们介绍的是教育与竞赛用机器人 首先我们先来看WRO WRO是World Robot Olympic 它是世界三大机器人竞赛的其中一个 它是以乐高配件为主要的配件 去组成一个可以执行特殊功能的竞赛用机器人 每一年度的题目会不一样 每一年度的场地也会不一样 那参赛者必须根据当年度的题目 去进行机器人的设计 这是WRO2019的竞赛影片 它是一个自走机器人 它必须要照着线上的黑线去走 然后呢去夹某些东西 并且把这些东西送到指定的位置 以现在来讲 它在夹一个电缆 电缆之后它要送到后面 再把电缆组装到指定的位置 这样子才算完成功能 接下来我们看FTC FTC是美国FIRST办的一个比赛 它全名叫做FIRST Tech Challenge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FTC的影片 接下来这个影片是FTC竞赛的影片 它根据题目的要求 去设计机器人 然后机器人设计完成之后 带到竞赛场上去 那根据题目的要求去完成指定的动作 那同学必须要根据题目的要求 去设计它所要的动作 包括移动的方式 跟夹取物件的模式 跟放取物件的模式等等 以上是FTC竞赛的影片 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叫做FRC FRC一样是美国FIRST所举办的一个机器人比赛 它的全名叫做FIRST Robotics Competition 它是给高中年段的学生进行的比赛 它是给高中年段的学生进行的比赛 接下来我们来看它的影片 这个影片是FRC竞赛的影片 它跟FTC很类似 一样是在学校里面把机器人做完 然后带到竞赛场上去进行指定的要求 那同学也是一样 要根据当年度的题目去设计竞赛用的机器人 那以FRC来讲 你可以使用工业的材料去进行机器人的设计 以上是FRC的影片 接下来我们来看全国技能竞赛 跟全国高级中等学校工业类科技竞赛的机器人 这是它的影片 这个影片是全国技能竞赛的影片 它也是根据当年度全国技能竞赛的题目去设计 它必须去做机器人视觉的判断 判断颜色 然后再将它的手臂伸出去 夹取到指定的物件 最后夹取来之后呢 我们再放到指定的区块去 这样就可以完成动作 那同学也是经由这样的设计 可以熟悉机构的设计跟电控的设计 以上是全国技能竞赛 跟全国高中中等学校工业类科技艺竞赛的影片 接下来我们针对机器人概论一去做一个总结 在这个单元里面 我们谈的是工业制造的眼镜 那我们又讲到人形机器人 再来是工业用的机械手臂 通常来讲 这个机械手臂在目前的产线中是使用相当频繁 也是一个很好用的工具 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教育跟竞赛用的机器人 最后我们谈到的是特殊功能的机器人 以上是机器人概论单元的教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